921选举之后呢 顶级的豪宅陆续登场进入了前销期 那么北市的豪宅 现在更要挑战是每平300万元的高价 不但是以螺旋的建筑外形受到注目 今天更公开了号称配备 亚洲最大的隔阵店 显示这个顶级豪宅市场 在大环境的冲击之下 还是经得起考验 就像是直冲天际的旋转造型建筑 楼高21层楼 仅42户的豪宅建案 还在打地基就已经话题不断 不光是有外形 连配备都打出高规格 建筑在这地表在这 全地表在动建筑不动 所以我们因为在这边动 旁边就会留了一个 这个叫我们叫隔阵距离 隔阵距离让这个地表能动 微经集团沈庆经的长旨沈辉庭 收拿美国NASA展示馆使用的 同等级隔阵店 公开信义区顶级豪宅作品的秘密武器 传出一瓶寒价上看300万元 买家锁定了香港 新加坡北京等地的富豪 但业者低调不愿多谈 有可能超过300万吗 这个一切都是看当时的市场 跟方面的情况 我简单来说成本基本上是在 一般的建筑的至少两倍 其实这类的顶级豪宅 除了固若金汤的建物结构 配备建材也越来越高档 其他的豪宅也曾打出不同的高规格 吸引买家 像是阻尼器 隔阵层等高特技 提高防震规格 安全部分则是有定位系统寻人 老人小孩在社区里的哪一个角落 可以精准掌握 而直达住家的私密车道也是必备 由于豪宅市场买器就算受到了 打防线带令的冲击 但仍有基本盘支撑 甚至直接锁定了海外富豪 以高规格配备 让口袋深的定机客 甘心掏钱买单 有天TV战友红罗一新台报道